咱们来说回今天的话题 包老师首先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的观众会和我一样 是有一些疑惑的 这脑动脉瘤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吗 是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 长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肿瘤吗 脑动脉瘤并不是脑组织内 长出来一个实实在在的肿瘤 它是一个颅内动脉血管 由于先进的异常或者后天的损伤 导致血管B功能减退 弹性下降 在这种血压的作用下 逐渐扩张 蓬出 随时有破裂的风险 因此我们把它称为 人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就是等同于它不是说 我们脑子里边长出了一个 实实在在的肉瘤 它是血管鼓起来的一个小包 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错 很多人一听到脑动脉瘤 都感觉特别的害怕 当然了 但实际上这种疾病 是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 它是动脉壁出现 相外突出的一种情况 形成的一个病灶 而这个动脉瘤呢 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确实是可以引起破裂的 在这个特殊的一些 忧因的情况下 所以临床当中 我们把动脉瘤分成 囊性动脉瘤和 非囊性动脉瘤 其中囊性动脉瘤比较常见 当然也包括 这个非囊性动脉瘤 主要是缩性动脉瘤 也包括动脉瘤 动脉血管壁的全层破坏 形成的夹层动脉瘤 哦 明白了 通过包老师的讲解 大家伙儿相信也明白了 就是刚才我猜的是对的 不是说在脑子里边 就实实实在在地 长出了一个肉瘤来 没错 而是脑子当中 它有很多的血管 这个血管壁呢 比较薄弱脆弱的地方 被血液给冲出来的 一个小股包 就叫做炉内动脉瘤 是这个意思 没错 其实就是在血流冲击下 各种有害的因素 损伤了血管壁 导致局部的血管壁 比较薄弱 形成一个像气球一样的冰灶 我们把它称之为动脉瘤 那是 你看 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 可能不是很常见 或者是经常会听到 说患有颅内动脉瘤的患者 那是不是说等同于 这样的疾病 其实它的发病率 其实并不高呢 动脉瘤的发病率 大约在5%到7% 一般40岁以上的中年人 或中老年人比较多见 老动脉瘤的发病率 近年是有所增加的 它大约1%左右的动脉瘤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发生破裂出血 虽然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 但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师傅 就是这样突发的头疼 然后出现了中老门下腔出血 甚至出现了脑内的血肿 从而引起严重的症状 但出血发生以后 大约1%的患者是难以挽回生命的 有1%的患者 会遗留一定的功能障碍 另外1%可能会很幸运的 能恢复的很好 就是说虽然我们听起来 好像不是经常听到 但是它的发明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在任何方面里扫出